大家好,欢迎观看妙技动物之线 狮子日草原陆地上的死肉动物霸主 为了节省时间,它要从湖泊摇到对岸 恶仪是这个湖泊中的死肉霸主 狮子用手试试水温,感觉凉凉的 还是很舒服 两只虫是慢悠悠的走过河 就像平常在陆地上狩猎一样 竟然一点声音都盯不到 他们以为这样就不会心动到恶仪 可是在湖泊中的恶仪还是发现了他们 恶仪也是慢悠悠的往死死方向摇去 游泳过程中也没有发出声音 死死终地不知道恶仪先发现他们 还是慢悠悠的摇 恶仪要在死死上岸之前抓住医师 他沉入无底怪处的爬行 连爬大摇很快,他离死死已经很近 他的头露出水面,慢悠悠的靠近死死 他突然出现在死死的跟前 他立马冲过去伤开大嘴 咬住其中一头虫尸 岸到水里 被咬的虫尸在水中兵命的侦察 另一只虫尸也不过去帮忙 他迅速咬到岸边 飞怪的跑上岸 还使劲的甩掉身上的水 他回头看到冲地还在和恶仪搏斗 这只被咬的虫尸 只有半个脑袋露出水面 恶仪纠着来了几个死亡翻滚 虫尸露出水面的半个脑袋已经没有看到了 另一只虫尸在岸上乌岸达 但已经没有反应 这只为什么不救他的冲地呢 万字华豹会怎么样呢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